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立文 我们在每个礼拜四 跟大家读金刚经 在上一次已经非常圆满的读完了 那在金刚经里头 陈勤复老师就一直跟我们讲 金刚经其实是挺深奥的 挺进阶的 就佛三转法轮里头 算是很进阶的 所以说讲到最后 其实都是要讲给 要成佛的这种阶段的听了 所以它是很高阶的 那可是呢 大家如果说想要学佛的话呢 因为其实也像 像达赖喇嘛都经常讲说 佛法呢 严格说起来呢 它比较像是一种 无神论的哲学啦 一种修身修心的方法 不一定是一个 大家很一般的宗教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讲到这个原因 是要跟大家报告说呢 像陈勤复老师一直有在讲 就是说所以在进入初阶的时候呢 前面其实要先有一些修行 那你再来读金刚经的时候 你的理解跟意境就会又不一样 那前面的修行很重要的一块呢 其实是禅修 那么在尤其是在中国 在华语的世界 我们都非常从小到大 都有听过禅修 可是真正有去做禅修的人呢 并不是这么的普遍 现在越来越多了啦 那到底什么是禅修 怎么样禅修呢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三个礼拜 每隔周的星期四 我们还是继续为大家 请到陈勤复老师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到底禅修禅修禅修 什么是禅修 怎么禅修 所以现场再次的为大家 请到了陈勤复老师 勤复早 是立文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最近在跑选举 很多人跟我说他有听金刚经 我很开心 对我碰到很多朋友 也说在这个广播电台里有听到 而且我这个礼拜一 有访问到一个台北市非常厉害的里长 方和声里长 他做了很多就是很感人的事情 他真的很伟大 他也跟我讲说 他礼拜四都在听我们金刚经 所以 好 大家听了金刚经之后 可能要回过头来做很多的基本的修行 那么这就跟禅修有关了 是不是一开始就先请陈勤复老师 来告诉我们说 到底什么是禅修啊 在佛法里头 禅修到底是 所以 佛也有亲自的教弟子说 怎么禅修就对了 是 对 佛陀呢 其实在这个初转法轮 我们上次有讲到 所谓的我们大圣佛法里面 讲到心经跟金刚经呢 这些都是佛陀在二转法轮 讲空性的时候啊 才开始说的 因为我们大圣佛度呢 就是比较喜欢讲菩萨道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菩萨道入手 所以都是从二转法轮的经典入手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会有一点没有基础 然后就开始学进阶班 就会学的比较福 那事实上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啊 就是讲这个四圣地啊 十二因缘啊 在这个 初转法轮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把它分为 那个是解脱道 后面二转法轮叫菩萨道 所以在解脱道这一部分呢 我们接触比较少 但是南传的国度就是南传佛教 像泰国缅甸 斯利兰卡 他们都是属于南传佛教 他们就比较注重解脱道 那解脱道的主要的经典呢 在我们中国称为阿含经 含就是含着东西的含 对对对 包含的含 对对 阿含经呢 在我们中国翻译有四部阿含 第一个就是长部 就是比较长 第二个是中部 就是比较短 第三个是真一阿含 第四个是杂阿含 杂就是杂 杂 复杂的杂 对对对 杂阿含 那主要呢 在南传呢 他也有这四部啊 他一样叫长部 然后这个中部 还有一个真枝部 就跟我们的真一相同的 一个叫相应部 也就是跟我们的杂阿含相相同的 所以在我们汉传都有经典 但是呢 我们一般比较不重视 大家比较不熟悉 对像我们一般讲说禅修 是从哪里开始 那佛陀一开始也是要教大家禅定 他也是教他的弟子从禅定入手 对 所以我们在金刚经义开始就看到这个佛陀啊 然后穿衣持拨入手卫大臣啊 赤地请乙 然后回到本座的时候就夫座而坐 就开始进入禅定 通常他们去外面脱拨回来之后呢 不管这些弟子 你找一个空地 或者是树下 或者是林间 哪里自己找个地方就禅定 所以禅定非常重要 在佛陀的这个教法里面啊 所以佛陀一开始教他弟子的时候 是有教大家如何禅定的 对对对 所以佛陀的很多弟子都修到阿罗汉 都是透过禅定 所以像南传呢 像我们要介绍 让大家知道怎么样修禅定的方法 主要是透过 佛陀所教的这个安纳班纳念 安纳班纳念呢 就是叫做 我们叫做初入席 那翻译成现代很多书本 就把它翻译成观呼吸 初入席就呼吸的意思 对对对 我们这个在 安世高曾经翻译过一本 叫做安班首益经 就安纳班纳念 就是安纳班纳 沙体 沙体就是觉的意思 所以你要觉知你的呼吸 这是修禅定 很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其实在佛经里头 也有记载 在大念初经里面 在安班首益经里面都有 都有 都有记载 但是他没有非常详细的告诉你 这个禅修的这个过程 所以有很多南传的老师 像南传有两个很重要的老师 一个是泰国的佛史比丘 一个是缅甸的帕奥禅师 这两个人在台湾呢 有很多他们的翻译经典 就是告诉你一步一步 怎么样进入禅定的状态 这个呢就就教的比较详细 他们是根据清净道论 那清净道论就是翻译以前解脱道的一个 印度比较重要的一个修行者 他所留下来的叫清净道论 对所以主要的禅修方法 就是根据这些经典 所以这样子说起来的话 就变成不管是小圣佛教大圣佛教 就是南传佛教或是大圣佛教 包括汉传跟藏传都有 我看起来我的感觉嘛 都是有修禅修 禅修非常的重要 在修佛法里头 对对 在修行里面不只是佛教 我们知道道教 我们道教的也有修禅定 道教很多这个 他们就是道长啊 你看那很多公贯的这些道长啊 尤其是在大陆 都有禅定的传承啊 他们都修禅定啊 然后他们修的禅定方法 当然修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是修到很深的禅定 譬如有些道教的 他们到家的就出阳神这些啊 都修到很深 这些都是禅定的基础 是是是 好 其实印度的许多的原始 从印度发展出来的这个宗教 修行的方法 应该是说修行的方法 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 静坐禅修的方法 那只是佛陀他有 他怎么讲 不一样的一些 一些体悟跟一些 一些道理跟一些方法 对不对 对对 那佛陀的方法呢 因为他自己在雪山呢 当然他是视线啊 他在雪山修行的时候 他碰到很多修禅定的人 对啊 印度很多嘛 他早期像什么奇纳教啊 一些什么教都有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 是是 所以说那佛陀他自己 自己 所以佛陀的禅修的方法 就是属于佛教的方法 是是 对那他教的方法也有很多 比如说他一开始从阿含道里面教大家就是有40种叶促 叶促就说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他有好40种这个方法让你去选择啊 真的吗 对后来呢他也教了一个方法叫做修不静观啊 不静观就是我们后来像南淮景老师他有教一个叫白骨观想啊 白骨观就是不静观的一种就观想自己变成白骨 这样会会对肉体产生厌离就是会对世间产生一种厌离 但是因为佛陀那时候教白骨观的时候 教这个不静观的时候 有些弟子呢会生起这种自杀的念头 对会就是厌离自己的身体 后来佛陀呢就教一种方法叫做观呼吸 就是安那般那念就改了 对那这种方法呢第一个就是说观呼吸 他我们呼吸是24小时跟着我们 对啊 所以你可以随时修 第二个他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先跳跳跃 问一下那个陈勤富老师 所以像什么我们说禅坐啊打坐 打坐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俗称的这种跟禅修有关的吧 打坐什么之类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担心会走火入魔这件事情啊 是不是跟你刚刚讲的这个有关啊 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念头会受到这个 你的方法的影响 所以有时候自己的思想会受到改变 当然我们不希望往比较负面 像刚才讲到不静观会产生对身体的厌离 甚至会有自杀的念头 那这可能就是后来佛陀就改变了嘛 所以有些人走火入魔是因为他在修这个气脉的时候呢 那个有时候气会乱走啊 我们到家常常讲这个走火入魔是指这一部分 那佛家呢一般呢认为说 像你按照佛陀修行的这种方法来打坐 是比较不会有走火入魔的这种情况 因为在佛法里面他讲到所有的这种魔呢 其实都是你的心魔 都是你的心魔 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妄念 所以打坐的时候呢 不要针对那些妄念或者是一些想法去追逐他 就不会有这种走火入魔的情况 哦是哦 对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 对不对从小看武侠小说 或者是看武侠片 就想要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而且为什么禅修打坐会走火入魔啊 因为很多人呢他自己先存了一个念头 比如说他总觉得说半夜打坐不好 半夜打坐呢会走火入魔 所以等到他半夜打坐的时候 他怀着这个念头 就一直想着这件事 自己就会心里就会起一些很奇怪的念头 就会有这些怪现象出现 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啦 对啊我想说为什么坐在那里 呼吸会有走火入魔 觉得很奇怪 好那所以不要一直往这方面去想啊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那我就再问一下 先随便问一下 老师待会再正式教我们 然后所以有些人禅坐的时候会出现一些 什么叫做什么灵动的现象 对灵动气动呢 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就好像很多人在教这个打拳的时候 叫你气动啊 什么用发什么 气功 先天气功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的灵动嘛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打拳里面呢 就是很多人上座之后啊 他会身体会摇动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你要 你要怎么讲 你要不让他摇吗 还是随便他摇 通常我们呢 这个禅定是不准你摇的 真的啊 不要你摇很简单 你只要在心里告诉自己 停 他一定停 真的啊 对这都是自己念头在启动 所以说就是真的有人禅定之后 就忽然自己动起来 那自己不会吓一跳 他自己会知道自己怎么会在动 对 我怎么摇了起来这样子 对会 有时候他摇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在调整他自己的那个身体 就是说他的身体平常有一点 比如说侧歪啊或什么 对对对 他会摇一摇 不是哦 然后让自己做的比较舒适一点 不是自己有意识的摇 是身体自己摇了起来 对 但是你摇了起来 有些人不知不觉 他就继续摇 有些人觉得摇得很舒服 就让他摇 但是呢 有一个方法就说 我们修打坐或修禅定 就是不能摇 所以你就告诉自己 停 他一定停 这是灵动 这是气动 还有一种灵动 好奇宝宝开始要问 我还有听过 而且我还是有认识的人 会浮起来 真的会浮起来哦 不会浮起来 是自己想的啦 自己认为自己浮起来 要浮起来不容易 因为有地心引力 还有人有重量 对啊 怎么浮起来 真的有人浮起来 你有看过吗 没有特别的功能 是浮不起来的啊 这都是自己的想法 对不起 那还有 我忽然间想到 还有原地打转 真的360度打转的 有有有 这都有 还有些像我在 禅堂里面一开始的时候 有些新进来的人 他那种灵动会站起来 自己做关公 甚至于会打拳 这叫做自己做关公啊 就是他觉得他已经是关公上身了 然后手就会摸着胡子 然后右手拿着关刀往地上一顿 然后就开始走大关 走那个关部 站起来走关部 会有这种情况 那他自己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他没有意识 不要忘想 就他认为说 哎 关公已经上身了 然后他自己觉得 他已经是关公了 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都是人的念头 所以打坐的时候 你要不走火入魔 像这种灵动气动 再继续走下去 第一个就变激通 第二个就是变这个 就是走火入魔 所以不要 不要对 就最好不要 当然你有觉知的 所以真的会打转什么的 会都会 但你没有看过浮起来的 浮起来非常不容易 真的有吗 那个没有修到 我是听人家讲 我想说真的吗 没有修到阿罗汉是浮不起来的 浮不起来 对不对 我是听 我跟你讲 我是快三十 二三十年前 听说一个很有名的政治犯 因为他都在修 你在牢里面关那么久 没事就一直修 修修 他就说他会浮起来 也不晓得 那是自己讲的 自己感觉 或自己感觉 自己浮起来 很多打坐的人 都觉得他浮起来了 我说你根本坐得很稳 哪有浮起来 浮不起来的 那意识很清楚 才对啊 打坐的时候 但有些人因为眼睛闭着 然后自己想 自己想 对 感觉 对对 而且他想得非常非常真切 真的 对 打坐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会很亲民 好 那那个 以上纯属郑立文 那个好奇宝宝乱问 回到正题上面来 所以呢 我这样子会影响大家 如果回去产修的时候 脑子里面乱想 一直在想 我会不会浮起来 不会啊 不会啊 你想到我讲这些都是妄念 他就会停 断掉 停掉 你心里面跟他讲说不要 那我们到底心里面要想什么啊 那请请教 请教现场请教陈情富老师 好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开始禅修呢 有要做什么准备工作 有要做什么准备工作或有什么的条件吗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时间 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说不要半夜不要晚上什么之类的 这些是不是都是错误的 当然禅修就说他有一些前行的条件了 比如说你的身体状态还有你的环境 我们讲这个身体状态就说你心不要太乱 像很多人他根本就坐不下来 他一坐下来就马上要站起来 因为他觉得他很多事情没办法 就说他的心很浮静不下来 你要强制他做他坐不住 所以这种心浮气躁呢 通常我们就比较不鼓励 第二个就是 他还没有到可以禅修的阶段 对还没有到 你需要先修身养性一下 对对对 就先要把身体调得比较平静一点 还有把心里的杂念比较少一点 这种状态才比较 还有些有些人 譬如说他刚在失恋之中 他心里简直是乱到没有办法安住一刻 所以你叫他打坐根本做不下去 是哦 所以如果譬如说你刚刚失去亲人之类的 或者说你刚刚说失恋 或者是失业 就是你人生有一个很重大的打击 你心里真的很痛苦 或者是很杂乱的时候 反而 反而开始入门的时候进不下来 除非你已经有打坐的习惯了 除非你已经有打坐的习惯跟基础 所以在那个时候打坐对他很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对 所以这些 就是说我们讲打坐的前行 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体状态 就是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环境了 身体状态就包括就是说 我们说你过饱或过肌都不行打坐 所以不要吃太饱 通常我们在饭后两个钟头 不要打坐 两个钟头之后才能打坐 不然会睡着 对对对 不然太饱了 第二个太饿的话也坐不住 所以要就身体状态要保持的比较好 而且要精神很好的时候 有些人说我很累的时候我去坐一下 那就打瞌睡了 那我们不鼓励你在打坐的时候打瞌睡 很多人说睡一下没关系 因为打坐就是要保持亲民 绝对不能打瞌睡 所以打坐的时候是要清醒的 是要清醒的 所以打坐不是放松放松 然后就睡着了 不行 如果你睡着 你宁可就去睡觉 不要打坐的时候睡觉 因为那会影响到你以后打坐的品质 所以上一座 以后变成养成习惯了 每次打坐就睡着 就睡觉 所以你可以发觉 就是说很多在禅堂里面 睡觉的人永远是那几个 因为他习惯 所以打坐千万不要睡觉 就像那个在日本一样 打坐如果你度过 他就一个戒指 给你打下去 好可怕 我们叫香板 香板 他那个打不会痛 不会痛 他就是 很大一支 很大声 因为他香板是一片 一大片 大概几寸 我还以为很痛 大概五六寸 很大片 所以那个 一声打在背上 不会痛 他不会打到骨头 他就打你那个后 那个 是 后肩那个部分 就是打一下 那个不会痛 吓死了 但是就是把你打起 坐在旁边的也被你吓到 所以我们禅宗 这个很多过去 在打禅期的时候 那禅师呢 拿着香板 有时候打不是因为你打瞌睡 而是因为你正在那个 掺一个念头 掺一个话头的时候 啪一下 把你念头打断 然后突然开悟 所以他啪一下的时候 周遭五六个人一起开悟 不是只有被打的人 所以香板的作用是在这里 当然现在因为 因为现在人就是 没有禅宿的基础 通常是打那些打瞌睡的人 好 那所以说第一个 如果你是初学 从来没有打坐过 禅宿过的话 第一个 你不要在你的情绪 最纷乱的时候 最低潮的时候 去做这件事情 对 反而是你比较正常的时候 对 而且精神要好 精神好的时候 不要很饱 也不要很饿的时候 还有呢 再来找地方 对 地方就是环境 因为我们当然 以前人修行 当然都是要到深山里面 比较安静 但是我们现在 很多上班族 困难 很难 所以你就在家里呢 找一块你的书房 或什么地方 比较你觉得 不会有干扰的地方 但电话不能响 不要那个 怕有人打手机啊 什么手机放旁边 一定要把这些都远离 因为你在进入到 比较安静的状态的时候 一个声响会把你吓到 还有就是 不要在什么厨房 厕所 那些地方都不适合 那些地方都不适合 就是说比较 你觉得有一块 你觉得比较亲近的地方 卧室可以吗 通常不要在床上 因为那个床 就睡倒下去 躺下去 对因为那个床比较软 太舒服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环境很重要了 第二个就是说你 一开始上座的时候 你那个 我们要有垫子 就说你的臀部底下 要有个垫子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脚呢 在接触到地面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那么样痛苦 另外就是臀部稍微垫高 一点点 一个小枕头那样 我们知道很多禅堂 就看到它有两个垫子嘛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那主要就是臀部垫高一点点 可以让你的身体拉得比较直 拉得比较直 背要挺直 背要挺直 所以一开始环境很重要 很困难 背要挺直很困难 好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郑立文 我们今天再度的请到了 陈勤富老师 禅修老师呢 在读完非常进阶深奥的 金刚经之后呢 我们回到基础 那其实修佛法呢 不只是要读经 然后去思维修心 更重要的是说 有些基础工 包括刚刚说的 打坐禅修禅定 那刚刚陈勤富老师 跟我们讲到了基础 就是说你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然后现在在讲说 要有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 然后你开始可以打坐 就盘腿坐吗 对 那我们通常坐呢 有所谓七支坐 佛陀教的叫七支坐法 七支坐法 第一支就是讲我们的脚 我们的脚要怎么放呢 在一般有讲说 在佛学里面讲的就是 家夫坐 家夫坐就是盘腿 有这个第一个就是双盘 双盘我们又叫莲花坐了 就是双盘就比较难 除非有学过瑜伽的 或是从小开始就叫它双盘 那就比较容易 那腿比较软 那不能双盘的呢 我们通常叫做单盘 就是单家夫 就一般的这个盘坐 单盘呢就是 你左脚放在右脚上 或右脚放在左脚上 都可以 看自己习惯 但是呢就是说你每次一只坐一只坐 就是一只箱的时候要换换腿 哦是这样啊 因为你不换腿 你永远就是左脚在上面的话 也不平衡 身体会不平衡 会歪一边 对以后就会长短脚之类的 哦所以是可以换腿的 要换要换 就是一只箱的下坐之后呢 下一坐换另外一只脚在上面 这是单盘 哦哦哦哦 我还以为都不能动耶 呃不能动 但是要换脚 对对就是说动的时候呢就是 因为你坐久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很久了 就是说坐两三个钟头可以不用换了 哦那初学初学者没办法了 会麻掉了 会麻掉 那单盘 可是一定要盘坐吗 一定要盘坐 另外一个就是散盘 散盘就是没有没有盘腿 脚没有交叉 对因为没有没有盘腿的话 我们脚讲说是散盘 为什么因为心也会跟着散乱 哦 所以为什么要盘腿盘腿起来的时候 它有收色的作用 哦 第二个盘腿之后呢 它比较能够气通以后能够久坐 哦 所以 所以一开始虽然比较辛苦 可是 对 你一定要盘 哦 然后老师刚刚还讲到说 要 呃 背要挺直 对 第一个就是脚嘛 OK 第二个就是你这个 呃 腰背要打直 哦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耶 背打直 你看那个佛陀的坐像 佛陀的铜像这些 都是挺胸的 哦 就是那个姿势 就是那个姿势 那个是最完美的姿势 对 那就是很完美的姿势 就是你背一定要直 哦 你不一定刻意要挺胸 但是你脊椎一定要直 因为那个会影响到你的气要顺 哦 我们打坐的时候 它气呢 会开始从下往上这样一直顺 可是坐久了就很自然了 就忘记了 要赶快挺直 对对对 那你坐习惯了 你一上坐自然就挺直 哦 另外就是你的头部一定要也要正 哦 头要正 然后这个下额呢 下巴要稍微厚瘦一点 因为我们后面这两只 呃 后颈的这个动脉呢 也不能够弯着 所以你的下巴稍微往后退一点 哦 让后面这两条脉呢 给它拉直 因为这两条脉 你的气往上冲的时候要过 我们常常讲过预诊这个时候 你如果头歪歪的话过不去 过不去 过不去对 所以那我再插一下 请一下陈清富老师 所以意思是说你在禅修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那个气脉在走吗 对像这个道家都是在在运 周天嘛 在运周天就是运气 那是道家的功夫嘛 藏传佛教在修气脉明点 也是在运气 哦 所以这知识就有影响 有影响 但是呢 像我们大圣佛教 或者是小圣的禅店 他不讲气脉 哦 因为 因为大圣小圣呢 到最后都要讲到身空嘛 身都不重要 都连我这个都是假的 他怎么会去玩气脉 他不去玩气脉 他只关注在这个身心 但是他在打坐的时候呢 像南淮景老师就讲 打坐是最大的气功 最高的气功 所以 所以他根本不去讲他 像我们一般 呃 修南传禅定 或者是汉传禅定的人 都不会去讲气 哦 但是自然而然就会讲 OK 在里面 所以下巴要微缩 这样后面颈部的那个 呃 动脉 他才会拉直 对对对对 另外就是眼睛到底要不要闭 对啊 眼睛到底要不要闭啊 对 呃 一般呢 就是说可以违章 就是你开的时候 不要开大大 很多人都说违章 对 稍微违章 你看现在很多那个佛像 有没有 他那个垂 垂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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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眉垂眉 就是有一点点往下这个围开 那围开的这个好处就是说你比较不容易昏沉 嗯 啊当然也有人主张就说可以闭闭眼闭眼呢比较容易进入到专心的状态但是也容易散乱啊所以各有优缺点看你自己的习惯哦好看你自己的习惯所以这是眼睛眼睛另外手呢一般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截手印我问一下像你有戴眼镜你禅修的时候会戴眼镜吗禅修的时候呢眼镜啊手表啊戒指啊身体的项链啊通通拿掉 哦因为你坐到一个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手表重重的或觉得脖子重重的因为有个东西在那边哦是哦对会有会有一些挂碍所以你穿的衣服呢不要穿太厚重的哦通常我们都是穿边纱那种的哦或者是裤子呢要穿宽松不要有皮带的哦皮带要拿掉哦像这些金属的东西都要都要拿掉 OK好不要戴在身上那刚刚讲到眼睛的部分再来呢那差不多这个身肢体的状态七肢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哦那接着呢一开始你上座的时候第一个要领就是要放松嗯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放松的要领可以从外面啊就是说从头部一直观想到你的脚步啊比如说你从头发开始告诉自己头发放松啊头皮放松啊然后额头放松啊眉毛放松啊 脸颜头放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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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头放松啊颜头放松啊颜头放松啊颜头放松一步一步一直到脚步啊这是外部啊接着呢你要从内部放松就是你的脑袋啊脑袋放松你的四神经放松啊耳神经放松一直到你的内脏心脏啊胃因为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呢肩膀耸着对对对胃提着对其实你自己 自己不自觉 可是其实你在紧张的状态 在紧张状态 因为我们人只要有念头 就在一种警觉的状态 所以那种警觉的状态 就会把你的胃提着 把你的肩耸着 所以我们人常常会腰酸背痛这些东西 打坐的时候呢 就是从内从外到内 五脏六腑通通要让他放松 自己告诉自己一遍 走一遍 然后放松 那放松之后呢 就是先这个静一下子 让自己静一下子 安静一下子 对安静一下子 再调一下呼吸 调完呼吸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用这个安那斑那念的方法 才开始真的要进入 才开始真的进入到 馋坐的 对馋坐 我们馋坐的方法就是用观呼吸 观呼吸 观呼吸的意思就是属自己的呼吸 有很多 就是说我们一般就说 像这个在我们中国很有名的这个智者大师 就是智乙大师 水朝的智乙大师 他有一个他教子官非常有名 他们像天台中的子官呢 就是我们中国汉传教子官最有名就是天台中 就是其实禅修就是两大境界 一就是子 停止的子 二就是观想的观 对对对 子跟观 子就是代表禅定 观就是代表般若 所以是禅定跟智慧 所以我们汉传跟这个南传 就是从子官入手 当然有些修行人开始 当然他要讲一些不识词戒忍辱 这些东西 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做一些修行的前行 要修时善这些东西 就是让你这个心比较好 比较能够关心别人 对那些都是前行 那真正禅修就是修子跟观 修禅定跟智慧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 所以就要从禅定开始讲 就是这个道理 那禅定呢 我们一般现在比较好的方法 当然就是从观呼吸开始 观呼吸也是佛陀教的方法 对 那上座的时候呢 刚才讲 自以天台这个子官是从哪里开始呢 他就从那个自以大师 有一本叫做六庙门 他是从属随子官环境 六个步骤来修行 来修禅定 子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子嘛 就修禅定嘛 那观呼吸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观呼吸 第一个有些人讲鼠 鼠息 用鼠的嘛 所以很多道场 一二三四五 一开始就教你鼠到十 对 从一鼠到十 就是吸气的时候 鼠一跟土气 再吸第二口气的时候 鼠二 鼠到十再从头 那有些人也鼠到八 像南传有些人教人鼠到八 为什么 因为八正道 当然这个鼠息呢 这是让你的心回来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我开始教的时候 我不主张大家从鼠息开始 我主张从随息开始 什么叫随息 随息就是你跟随着呼吸 叫做随 随便的随 跟随的随 鼠随 就是一开始是从鼠 鼠息 第二个是随息嘛 但是我跳过鼠息 因为鼠息 鼠习惯了呢 会变成像鼠羊一样 一鼠到十 鼠到大概不到一百次 大概就睡着了 对啊 我真的想说 这个应该很好睡吧 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 很多道场 像现在有些 甚至于我们很有名的出家人道场 他都教你鼠息 然后你一直教你鼠息 永远都不会进步 所以你不要永远停在鼠息的这种地步上 要不然就是一次鼠十个就好了 然后就开始进入随息 这样子 不要鼠太多 就是以前鼠息鼠习惯的人 不要一直再继续鼠了 因为你会念头会落在数字上 没办法进入禅定 那什么叫随息 随息就是说你的念头 就是你的心跟着呼吸 进来我知道 出去我知道 就随息 你要知道那个进来跟出去 就是你把你的心念放在呼吸上面 不然的话如果你静下来 你开始会想说 我今天早上做了什么 昨天做了什么 明天要干嘛 然后谁哪个朋友怎么了 这个家里面谁 就是很多乱七八糟的杂念 昨天看了电视怎么样 今天早上听了广播什么 就开始乱想了 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其实我们人眼睛在睁开的时候 也是这样万念其非 对啊 就万马奔腾 就是思维非常非常多 对啊 但是你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 你才发觉你念头这么多 对 你也进不下来 然后你就跟着念头团团转 对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心跟着念头团团转 就心跟念头是黏在一起 对 那你现在关呼吸的时候 你要练习把心跟念头分开 就是你的心呢 那就是能够看呼吸的那个东西 是你的觉性 这个东西要 所以要先从练习呼吸的时候 然后把心念放在呼吸上面 这是最初步的 对 然后那个能够看呼吸的那个东西 你要了知 就是说它是一个觉 它能够觉知你的呼吸 那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说你在禅宗最重要 就是这个字叫做觉 觉 觉醒的觉 对就所以你要觉知 我们常常讲要觉知 就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看怎么觉知 好我是郑立文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 感觉还是很多的问题 需要老师一一的说明 在我们现场是陈晴富老师 在讲到说基础修行的这个禅修 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做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 老师讲的呢 就是最初学的 最入门的 那透过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才能修心 就禅修的目的就是修心 佛法里头讲的很多的这个修心 就是要透过禅修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非要禅修不可 不能一直念经念经念经 对不对 好那刚刚讲到呼吸嘛 对不对 所以就随呼吸 对 随呼吸 请问一下 这个叫不叫观呼吸啊 这就是观呼吸 这就是观呼吸 那个观字很重要 就是我刚才讲的觉嘛 你那个能够觉知你呼吸的那个觉性呢 你要让它随时在 不要跟着你的念头 当你一失神的时候 你就打妄想去了 对 就开始又去想别的事情了 你要提起你的觉念 又赶快再回来 又回来 那个觉要实时在 它能够看呼吸的那个东西 不要跑掉 所以觉就是aware of 你要知道自己在观呼吸 对 然后观着观着 你又跑掉了 对 跑掉了几分钟之后 我怎么跑掉了 赶快再拉回来 当你看这个阿含经里面 谈到正念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觉 正念就是awareness 就是aware 就是be aware 就是随时保持觉知 我们知道这个西游记 孙悟空呢 就是我们的妄念嘛 一个念头十万八千里 就跑掉了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对啊 那唐山上怎么办呢 就是用紧箍咒把它掐住了 然后呢念咒 就把它置在当前 你的念头就不会乱跑 其实是这个概念 是这个概念 传达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可以这么解释了 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嘛 我们常常讲心圆异嘛 像猴子一样 像马乱奔嘛 对啊 所以你现在就是 把你的心念集中在呼吸上 所以这是一种训练 训练 这是非常重要的训练 否则我们人就是在做白日梦 所以你训练久了之后 你是可以感觉得到 你专注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对 你刚才讲专注 其实就是绝啦 一般人把它当专注 但专注跟绝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专注还可能有妄念 还可能心连在妄念上 就专注在错误的地方上面 会专注但是绝不一样 绝是非常清楚的第三个旁观者 有时候专注变成是一种偏执 他也连在上面 但是绝他是脱离的 好那请问一下老师 在这样子观 因为这是初步嘛 我们从这个 这个东西就要练很久了 就要练好一阵子 对不对 那第一开始做的时候 有没有规定说 非要做多久不可 做呢 一开始上座的人 大概做十分钟就受不了 就好了 脚就受不了了 脚受不了呢 就说你可以换脚 你还能做你就换脚 所以一开始时间短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你再慢慢慢慢把它拉长就好了 对对对 那十分钟是初学者 然后呢 再进入下一阶 大概就三十分钟 他大概做到三十分钟的时候 腿就会受不住 就是不是非常麻就非常痛 那麻跟痛呢 这是必然的 但是呢 就是说 我如果你还有这个绝的能力很强的话 刚才讲绝 你就看着他痛 脚痛他的心不痛 那他就会忍过去 那忍过去以后呢 他气会突然会通过去 好像一个电流这样 突然一通过去以后 你的腿就完全不麻 就好像你又刚上座一样 虽然你没有动他 没有动他 真的 对 那个时候呢 你又可以做到五十分钟 是哦 到了五十分钟到一个钟头 又是个关卡 那你再看看自己能不能忍 能忍的话 忍一忍 气脉又通过去 老师 所以刚刚漏掉了一个 就是说 所以一天24小时里头 随时都可以 但就是你刚刚讲 想避免吃饱的时候 或很饿的时候 或精神不好的时候 或精神不好 因为半夜 不是因为半夜 黑夜的关系 而是因为你可能很想睡觉 这样子 对对 所以不要 如果说你半夜精神很好 像南怀景老师的那个书里面 就是他有提到就是 直五十 就是半夜的时候 其实是很好的 哦真的啊 因为特别安静啊 对对对对 比较少干扰 比较不会有人打电话 按门铃啊什么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的心很安静 然后你的衣室很清明 就是不想睡觉 那个时候很好的 因为有时候家里面 因为大家家里也没几瓶嘛 又有家人什么的 你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 别人不会干扰你 其实有时候不不不容易 对 那你也可以等到家人都睡觉了以后 那你自己坐个半个小时 对对对 像很多那个出家众 他们有时候半夜很早 有些两点三点四点都起来 开始打坐 是哦 有些道场规定两点起来 有些规定四点起来 就是打坐 对那像到家呢 他比较重视这个 跟外界时辰的一种互动 他们认为说阴阳交替 比如说黎明的时候 跟黄昏的时候 阴阳交替的时间 那个气场最强 是好还是不好 非常好 所以到家就喜欢那个时候 反而喜欢那个时候 喜欢那个时候 还是初学者不要那个时候 因为太强受不了 你不会啦 就是对初学者来讲 我们是建议精神非常好的时候 精神非常好 对对对你做个五分钟十分钟 就没有关系 慢慢养成习惯嘛 通常我们讲这个 喝喝那个酒 酒鬼呢 一开始都是喝 喝几细细嘛 越喝越多半杯一杯 然后每天喝 喝到最后他就变酒鬼了嘛 那你学禅也是一样 五分钟 十分钟 一个钟头一天两天 你就变惨鬼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就给自己设定一个 譬如说十分钟十五分钟这样子 对对 时间到了就到了 对但是 时间到了就到了吗 就到了 有没有一个什么结束的仪式啊 还是就到了就到了就这样 到了当然就是说 你要按摩 起坐的时候要按摩 哦是哦 对你要按摩 揉一下脚这样 揉一下的脚 然后身体这个稍微舒缓一下啊 身体呃 做一些柔软操啊 哦 那脚在麻的时候一站起来会跌倒 哦不要熊熊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要按摩这个整个从大腿小腿一直到足心 也就是泳拳那里要按 按按久一点 然后让自己的脚已经不麻了 再慢慢站起来 嗯 那呃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达赖喇嘛 有教大家禅修的方法嘛 嗯 有讲说他们都 还是说这是藏传佛教 就是说 哎要怎么讲 就是要找一个 好像对象是哪里 然后你就是要定在那边 嗯 什么意思 哦 刚才讲就说 刚才我们是讲就是说 呃我们在关呼吸的时候 哦 关到一阵子 譬如说关个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你觉得你的心不会乱跑了 你觉得你的心非常安定了 哦 然后你就要把你的心定在一个点上 通常像清静道论这些 教我们要定在人中这个地方 什么叫做定在人中啊 就说你的心 你的心看呃心摆在这里 心定定在一个点上 因为你关呼吸习惯了嘛 呼吸进出你都知道了嘛 哈 他不会乱跑 你的心不会乱跑 嗯 然后呢 你的呼吸还有 嗯 但是你现在呼吸呢 只要守在一个人中这边 就是呼吸从你的鼻孔 进出的时候 你也能够感觉到 就好像你一开始 呃 这个养羊的孩子 嗯 羊群呢 在外面呃 回来的时候你开始一只一只数进来 但是你现在守在柵栏就可以 嗯 守在柵栏进来一只两只 你还是知道了来进来几只嘛 所以你现在就守在柵栏 因为你的心如果跟着呼吸 上上下下出出入入 跟着羊跑来跑去 对你的心不会定 还不够定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从以为鼠席跟水席就会入定 永远入不了定 因为你的心在飘 哦 所以你的心一定要在一个点上不动 哦 才能够入定 所以这点很重要 很多人不懂 非常多人不懂 永远在水席 鼠席不会入定 他不知道 那请问一下 入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入定不是睡着 睡着不是入定 不是睡着 入定的状态 他就进入到一种非常安直 然后心都不会动 然后没有杂念 完全没有杂念的状态 可是不是已经睡着了 完全不是 不是 清醒的 非常非常清醒 像你刚刚说的是觉知的 对对对 那个是禅定的状态 好怪哦 可是你又没有任何的杂念 对对 心没有起 就好像你看那个脑波 心如止水 脑波它是一条线的 它没有浮动的 那个叫禅定 那就已经再见了 对 它不是脑波 它是就是你的心的一种 那个念头的波动 没有 对 那个是禅定 所以你要定在一个点上 然后继续关呼吸 我们一 所以还 哦 你已经入定了 还要再关呼吸哦 那个还没入定 还很早 哦哦哦 还很早 对对对 你现在只是说 能够把你的心稍微 稍微定下来 稍微控制住 把它掌握住 不要乱飘 哦 哦 然后你安置在一个点上 哦 让它不要乱跑 这个 这个还要练很久 这还要练很久 练很久 对 所以这个禅定呢 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是如果练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人可能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就已经很 很稳 很不会 不容易心浮气躁 对不对 不容易这个情绪很大的起伏 其实 对身体 就像你刚刚说的 无形当中 你的这个姿势也好 你的调习也好 也会对你的身体很大的帮助 光是把肩膀跟胃放松 就已经差别很大了 是 它可以这个 对身体来讲 当然它可以调伏很多 过去你的顾及啦 就是说你以前的老毛病 比如说 你很容易胃痛啦 或者是紧张啦 或者是你的肢体 这个不正啦 比如说有肩膀 有左边一只 右边一只 怂起来的 或者是有些 而且会有左边高 右边低 就是左右不平 对有些人是这样 或是腰有一点点 腰椎有一点点侧弯的 对 它都可以慢慢调整 对 甚至于有些人 比如说有一些 呃内脏部分的一些顾及啊 也可以调调好 嗯 很多的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 呃 持续的做 对 那刚刚呢 在我们节目里头 现场陈晴富老师 跟大家谈的 就是说禅修的一个入门 你怎么样调整 然后你可以开始进入禅修 如果能够找到老师 最好没有老师的话 也可以自己尝试 谢谢大家